台剑全体对曹氏盛赞 吉言其端庄贤淑 才德兼备 聪慧如顺 朕都不记得 在这之前 整个朝堂 竟有如此意见一致的时候 再说了 十八岁的姑娘养在深龟 就算她真有圣后之职 怎么满朝堂的大臣都知道了 朕 这也有个缘故 曹氏 当时才华过人 为人诚信 但是 容貌丑陋 什么 曹氏其实曾许人 是其祖父当年定下的殷勤 但是对方痴迷修仙 曹家便有些犹豫 便想办法要毁婚 据说是这曹姑娘自己 坚持守诺 便算嫁到夫家 守一辈子活寡 也不能让仙人失信 竟有这般稚气 虽说让人敬重 但也尾时不合常情 不像是如花少年 不像是如花少年 倒像是已经守了多年寡的刚烈妇人 官家 好好 确实有志气 然后呢 她嫁了 群臣 群臣竟一致举见一位 大婚当日 据说她那位夫君也入了洞房 但是一见她 便月窗逃走了 所以 都说曹氏极丑 然而她那位夫君逃婚 她却一味哭闹 求公婆做主 二位抱怨 写了离绝书 上了堂之后 请求公婆见谅 行了大礼 便自行回了娘家 你 名门 德高 诚信 冒愁 为人诚信 遇事沉稳 而且 冒愁不治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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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朝臣心中的国母 好 就让他们议 如果真觉得这个是最适合的 朕便立这个 为人诚信 遇事沉稳 冒愁不治祸君的女子为后 横恕她已下定决心 为做道德典范 不介意 做德高望重的泥菩萨 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官家 好了